2017台北市大運倒數計時 國際運率體操測試賽 在南港展覽館登場 測試賽第一天 中華隊詹廷珍在個人全能賽事中 在環球棒和帶四項總分 排名第三 拿下測試賽個人全能銅牌 詹廷珍說 因為過去曾到俄羅斯一地訓練 也加強他的動作難度 因為俄羅斯他們要求的東西 比較細節的東西 對 所以對我的動作的難度 那些基本那些有很大的幫助 至於另一位女將宋宇涵 因為失誤 沒能拿下好成績 今天其實沒有很好 就是還在調整這種 就是可能空間 場地那些 都還在適應 我覺得如果 就是在這邊多適應一下 應該要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本屆世大運共有23國報名參賽 其中個人賽選手共38人 團體賽方面 報名隊伍則是進幾屆以來最多 而這也是中華隊首度參加團體賽 由隊長古寧珍領軍 在測試賽表現亮點 拿下銅牌 團的話雖然沒有失敗 可是就是有很多小細節 還是沒有做好 球有比較放膽去做 可是有出現一些失敗 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中華隊各個卯足全力 扭准今年台北市大運 希望能將獎牌留在台灣 莊社記者張欣偉 台北報導 我會找到 我會找到 一場 我會找到 賭家 我們都會看到